警方毒品調查科破獲 歷年來最大宗綠鑼銅就是K仔放毒鑼 警方在元朗一個私人屋苑單位 及葵聰一個貨倉 檢獲一共6812.3公斤綠鑼銅 市值超過4.37億元 數量亦超過07年之後 每年的全年數量 一名23歲姓謝的無業男子 涉嫌放毒被捕 警方指 這派毒品在去年12月 在巴基斯坦以旋運方式運出 日月到港 超過600公斤的綠鑼銅 竟然收藏在合裝通信粉裏面 放物抵抗之後 擺放在葵聰一個倉庫裏面光冷河 再被人提取之後 大王造用的私人單位分擦出售 背後有販毒集團操縱 被捕男子在提取毒品後分擦售賣 有小部分毒品已經流出市面 他現證被拘捕調查 將被被暫控一項販毒罪 案件做在明天 在粉麗裁判法院提堂